先說一說 你怎麼看這次的兩會經濟的政策 是不是大陸的經濟有沒有搞呢? 它的政策主要都是在說谷內需 我想它是看到問題在哪裡 但是內需這件事又不是說你要有就有 就是因為我們都說大陸的情況日本化都說了很久了 現在坊間都越來越多人有這樣的看法 我相信官方的層面都是骨子裡應該都承認這件事的了 所以那個所謂政策它都做不到什麼 顏色都不想減了 是不是? 都知道一些周期的政策是應對不了 你應對不了的話其實都沒辦法的 都是給它慢慢復原 那個慢慢復原的意思就是這個去槓桿繼續進行 但是去年來說 就是它可能很有信心會叫做被它撿一堆那些地產商 誰知道就是有一些一法不可收手的情況 現在就有一些托回頭 但是你一托回頭其實就是搞慢了去槓桿的過程 其實實際上都沒有什麼幫助 就是我想它 譬如搞基建那堆的事情 它說要托住那個樓價 令地產不要那麼殘 甚至硬撞起都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事實上地產那個市場和整體經濟脫節 就是房住不炒這些 你說而已嘛 實際上哪個買得起來住呢? 很多人都沒有錢買 買不起來住的話 根本剩下的都是炒價 實際上是很多人都是在那個樓櫃和租櫃的情況之下 那個生活、賺錢都是困難 那麼這件事你不將那個樓價 就是讓它落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其實是no way out 就是說沒有什麼方法 但是你要它落得快 它又撐不住 那些地方就是搞不定 落得慢 那你變成真是日本化 要幾十年才搞定 那麼它現在舉面了這兩難 它都 它似乎是選擇後者 就是有它慢慢落 沒辦法 那意思是說它定的GDP跌得那麼低 是不是都知道自己的經濟很差的? 那個數其實我就不是好看的 因為 以我觀察外圍這麼多GDP增長的數據 是不會這樣說你定了多少就有多少 除非是假的 如果不是說你沒有可能你設定那個目標之後就會做得到的 全世界那些地方就設定一個通勢的目標做不了 不要說設定GDP的目標 就是這個如果那個數字是 你看到長年以來都很圓滑 很漂亮的 好像失業率那麼圓滑的數字 就是一條直線的 其實你應該懷疑一下這個數字是不是有些問題 所以它究竟定了多少% 我相信不是重點 反而就是說實際上在這個體系裡面有沒有經濟活動 就是我們在說生產 出口 消費 其實是這幾尾而已 那這些其實是 即是那個情況是怎麼樣的 那你看到其實都沒有什麼必分是可以的 就是那個出口就差了 大家都看到那些數字了 它自己的數字都塑料出來的 那這個沒得假 因為你假沒用 人家對家有你的數字 你的出口就是人家的進口 你沒有可能跟人家的差太遠 那消費那些其實就是 即是似乎已經 現在說放鬆就好一點 但是看到都是可能水平計是回到之前的 可能不到100% 回到大半了 但是增長計都未必是可以持續太久了 普遍講都是說一月因為有一個假期因素 就是可能那些東西是有些異常的樣子 那你如果即是出口那個數字是不行的 其實你都可以猜到是進口都不行的 那你進口出口不行的 即是那種外貿 所帶來的一個額外的生產那部分都沒有了一大折 那你變成整個生產的活動是會相對來說是慢了 那你有很多東西有一個印證的 譬如說 你看那些油價 現在雖然說都穩定了 但是他買那個石油的進口其實是少了很多 俄羅斯那邊給便宜他都是這樣說 都不是買那麼多 那這些因素你看到就是如果用油減少 這個某程度上都是反映著整體的生產其實是慢的 那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歐美說今年下半年 或者最近年底的經濟應該都不太行的 就是都越來越多問題 尤其是那個息口一直加上去 你即使那個通脹慢慢下來又下得不夠快 那你對那個消費 即是歐美那邊的需求來說都是疲弱 那他需求疲弱 對我們這邊的那個出口的幫助當然就 就是一直是越來越減的 那那個息口環球來說 一直一直上升 其實也是對全球來說的投資有一個壓抑的作用 那這件事是會傳導到他那個實體的經濟上的 那所以他打完這條數下去的時候 你現在外面的那些行很多時候就是一尾刷鞋而已 你說從天 你去這樣喉舌發佈他 他就個個唱得很好 但是你唱得好他自己的媽媽知道 其實就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其實就是擺一個低的預期的數字 我想在管理預期上 或者在一個務實的角度來說都是好一點的 那你覺得他現在要重組這些金融方面的金管的機構呢 你覺得是有什麼目的在哪裡呢 是跟資金流出有關係嗎 這個是一樣的 首先就可能壓著錢不給錢走 第二樣就看報紙說說有很多減薪減了一半 那這就省了大部分 我想都對政府的赤字來說有些幫助的 那你怎麼看李克強在南美的時候說什麼人在幹天在寒 他那個說話你怎麼解讀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解讀 個個都可以說的 是不是 我們都這樣說他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個原因呢 你說他怎麼說 我怎麼說 你先說誰說 你們兩個說吧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 但是人在做天在寒 你說得我都說得 我們都在看他存在的 那意思是說他那個經濟是不是是望天打掛呢 那現在好像你剛才說他放任他 讓他自己演變 那不是說什麼望天打掛的 就好像我正說這樣說 你那個有一個大的sector 就是地產 你都脫了折 你有一個資產的泡沫 甚至這個泡沫在某程度上 經濟也是可能泡沫化了 那你要將它去泡沫 去槓桿 將那個價格拉回來一個合理的水平 因為價格恢復了一個競爭的水平 那到時的經濟就可以回來了 那這個是很自然的經濟現象 都沒有說不是什麼望天打掛的 但是問題是你怎樣去 achieve那樣東西 就是怎樣去做到那樣東西而已 如果你放手的 讓他自己搞定的 你想像如果你在放手的時候 很簡單而已 就是那個模型之手 我們所謂 就會令到很多地產商失落 你不搞的 撿得很快的 撿完之後 供應又減少了 供應減少的話 那個價格就可以 可以某程度上就要回來了 那你其實這個供應減少也是需要時間的 其實本身你的價格太貴了 那個需求應該是少了很多 那你的供應減少少了 其實對應了需求 那價格就可以回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因為需求減少 供應也減少了 那價格自然上下 那你價格肯跌了 那就沒問題了 那價格跌當然會帶來很多其他問題 例如失業的問題 之類之類 但是他現在是否沒有失業的問題 也不是 他一樣有的 你令他跌慢一點 那個失業的問題就慢慢浮出來 你令他跌快一點 失業的問題就快一點浮出來 其實是快和慢一點 即是速度的分別而已 所以我看就 它不是望天打掛 大家也不知道是甚麼回事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回事 那擺在面前那個可以用的工具 或者處理的手法 其實大家都看到了 那問題是它的選擇是很長通的 又不是短通的意思而已 那你怎麼看 最近一個最新的數字呢 就說你都提到那個海外資金的流出 是從兩年半的升高 那這個會有甚麼影響呢? 他都越壓越緊的了 變成就是 當然啦 你壓得一度 大家 人們又會想其他辦法 怎樣去找其他東西 帶錢走的 但是他 即是大那些他壓著的話 就一直在細水長流流出去 那這個都很多年的現象 那你當然一路資金外流是 對國庫來說是一個空虛化的一個過程 但是 你看就算外匯儲備 那些跌就不是跌得很厲害而已 那就是被他壓住了很多 但是其實沒有意思的 你壓住那些錢在那裡 因為那些錢是不想在這裏運作的嘛 就是覺得這裏 要是可能危險啦 如果不是危險的話 就覺得投資沒有機會的 或者輸的多過贏的 那你壓住那些錢在那裡 那些錢都不會做事的 其實就是死錢放在那裡 沒什麼意思的 是